嗨,我是Carrie 今天久违的要來講一下 我看到非常不喜歡的一本書 這本書是我今年已經到6月了 讀到的第一本讓我給出最低分一刻型的書 如果你點進來你已經知道這本書是哪本書了 就是升級這本書 這個作者就是之前非常紅的一本科幻小說 叫做Dark Matter的作者 那這算是他偏心的一本書 那我自己是沒有讀過他任何其他書 這是我讀的他的第一本書 那我以後應該不會再看他任何書了 首先先講一下這本書的劇情大綱是什麼 主要的男主角叫做Logan 他的媽媽是一個局勢文明 幾乎是天才型的一個生物學家 Logan在10幾20歲的時候 跟在他媽媽身邊做生物學相關的研究 他媽媽專攻的方向有一點像是 基因改造的領域 但是因為他媽媽的野心以及自負 他們的某一項基因改造的研究出了非常大的差錯 他們不小心改造了 我記得是一種蝗蟲 因為這個非常失敗的基因改造 他媽媽就一手釀成了 造成200多萬人受難的災難 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Logan當時是跟在他媽媽身邊做研究的 所以他是在第一陣線看到了發生什麼事情 那也因為這樣造成了 算是他的創傷 所以他就決定他的下半輩子想要過個平穩的生活 他想要當個平凡的父親 當個好爸爸當個好老公 所以他就決定放棄做研究 加入了一個像是基因保護局的機構工作 他的工作內容主要就是專門在追捕那些 偷偷進行基因改造的罪犯 在故事非常開始的時候 他為了抓某一個罪犯 不小心遭遇到了一個病毒炸彈 傷勢非常嚴重被受到醫院 然後他醒來了以後 醫生就跟他說 你沒有問題 你沒有被感染任何病毒細菌等等 你可以回家了 但是他回家以後慢慢的開始發現 他好像變得不太一樣 記憶力好像變好了 閱讀速度好像變快了 睡覺好像可以不用睡那麼多 到最後好像連他的身體都變得比以前更強壯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升級是怎麼造成的呢 這個作者專門在寫科幻小說 所以這一本書的主題很明顯的也是以科幻為主題 雖然我給這本書一顆心 但是我不得不說他寫的算是蠻平易近人的 因為有很多科幻小說都寫得非常的複雜 至少對我這種理科腦非常不發達的人來說 常常有一些科幻小說我會有點害怕 因為我的生物物理化學非常的爛 我怕我沒有辦法了解 這本書的話 我覺得他真的是以一個非常平易近人的文筆 在寫科幻這個主題 這個部分我覺得還蠻好的 但是這是我唯一可以講得出來的優點 接下來我要講為什麼我會給這本書到一顆心的第一分 先講一下 我很少很少會給一本書給到一顆心的分數 平均來講我一年讀大概五十到一百本書裡面 我只會給出一最多到兩本書 一顆心的分數 然後我想要先講一下 如果你完全不想知道這本書任何的劇情 你想要自己去看的話 那不要看這支影片 雖然我沒有到要爆雷的程度 可是我覺得我可能會稍微講到一點點小小的劇情發展 所以如果你連一點點小雷都不想知道的話 那就先不要看我的影片 首先這個所謂的基因升級 是Logan的媽媽造成的 在這本書裡面 Logan的媽媽一直都是被冠上一個 是天才、IQ非常高的生物學家 就像他媽媽十幾年前在研究蝗蟲的時候 就這樣肆意的改造基因一樣 這本書我讀起來覺得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 就是你一個科學家 你很聰明、你很天才 這個我都OK 但是憑什麼你覺得你很聰明 你IQ200 你就可以決定全人類的命運是怎麼樣 往什麼地方發展 你到底要多自負、多自以為是 你才會不經過任何人的許可 不經過政府的評估 不和任何專家討論 就肆意的發展出這所謂的升級 然後自己決定這個對全人類來說 是好的發展 the genes that steer us towards sentiment and its downstream belief patterns are still present in our genome they were advantages at the dawn of humankind when we had no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they led us to invent myth and religion and tradition and these systems unquestioningly put us on the path to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but now they are letting us ignore the facts all around us poverty disease starvation and all the hatred those hardships breed growing worse every decade as we squeeze the last drops from our planet's resources so my children if you're watching this know that you're the next step in human evolution as the only two people on this planet to receive my upgrade you hold the fate of our species in your hands this this整道話 有多自以為是 我在看的時候真的是無法相信 這個是我正在讀的東西 我讀起來覺得它有一種在批評 我們人類的感性的這個部分 好像 因為我們的感性 我們在 最開始人類學發展的時候 透過我們的感性 我們發展出了很多對社會有貢獻的 所謂的架構 比如說宗教啊 比如說一些社會傳統等等 但是社會進步到我們現在這個地步以後 我們的這些感性也讓我們開始忽略了 我們身邊正在發生的很多 比如說貧富不均的問題 疾病的傳染 還有飢荒等等 首先我覺得它想要升級人類的這個概念 其實蠻有趣的 我會有興趣想知道 你想要升級人類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絕對不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原因非常的不合理 非常的懶惰 非常的沒有做功課 就好像說 我們現代人都已經開始過得很安逸 我們都不在乎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都假裝沒看到 所以我們要對全人類進行升級 然後你需要多麼的對自己有自信 你才會說出說 你們現在這個被升級的人類 你們身負重任 因為你們現在是人類演化的希望 你這個根據是哪裡來的 我覺得科幻小說跟奇幻小說的差別就在於 科幻小說有所謂的科學背景在 所以我會稍微期待作者們可以 以一些科學為根據去說服我說 故事為什麼要朝這個科幻的方向發展 但對我來說這個作者就是 莫名其妙的宣告 全人類沒救了 所以我們需要進行大改造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懶惰 而且交代的非常不清楚 這一點我不太喜歡 再來第二個讓我覺得有點煩的是他的寫作風格 我前面有講他的寫作風格 其實以科幻小說來說非常的平易近人 這個是他的優點 但是至少就這本書來說 我覺得他寫的東西重複性超級高 我通常在看書的時候 我會把我的想法放進一個我的筆記的APP 這樣我才會記得要跟你們分享什麼 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格式 我就是想到什麼就打 然後就換行下一點我想要講的 那我回去看這本書的筆記的時候 在第二行我就打說 This is so repetitive Yes I know you got a gene upgrade And you're a superhuman now Can you stop talking about it 我對這本書冒出的第二個想法 就已經是覺得天啊你可不可以閉嘴 他得到了這個所謂的基因升級以後 因為他幾乎有點像是 賽亞人嗎 有點像是 那個X戰警他們叫什麼 Mutan 他幾乎有點像是 用夜魔俠的感覺 所有的感官都升級 然後他的腦子也變發達 記憶力變超強等等 這個升級你講個一兩次 或炫耀有個幾次 你升級的能力也就夠了 但是這個作者不斷的瘋狂的 一直重複在炫耀這個升級 比如說他今天開車進了美國的哪一州 他自己就在心裡想說 這個州的人口有多少 佔地有多少公里 幾年到幾年的數據 他們有多少人是有工作 有多少人是失業 就是有一大堆這種統計數據 而且是他自己在腦子裡面想的 作者都會寫出來 你真的會看到 至少我看到我覺得我真的會瘋掉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非常不重要 非常瑣碎的細節 我已經知道你被升級 我已經知道你不是正常的人類 你不需要一直去透過這些很不重要的細節 去強調說你現在是升級的 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作者重複到幾乎有一點讓我覺得 他在炫耀他有生物方面的知識 比如說因為他被升級了 所以他自己身體裡面有一些基因被改造的 Logan在開長途車程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說 我正在開車 但是因為我什麼什麼什麼基因 跟什麼什麼基因被改造的關係 我現在完全不會覺得累 其實這整句話的重點就是 我現在升級了 所以我開車開得再久我也不會覺得累 完全沒有必要把真正的那些基因名字拼出來 非常的多餘 或者是他生在一個9000尺的高山深山中 然後他就會說 我雖然在海拔這麼高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的基因 被改造 所以我完全沒有覺得呼吸很困難 他的這個寫作風格讓我到 後半段幾乎是以一個光速 瞄過去的方法在看這本書 再來就是我覺得他有很多句子 都讓人看得覺得滿尷尬 就是你會覺得他寫完當下覺得 哇我這句話寫得太好了吧 在那邊自我浪漫 但其實滿膚淺的我自己覺得 隨便給大家幾個例子 比如說有一句話他說 最後一個 他寫的當下可能覺得寫得很浪漫 但是我讀起來覺得非常的肉麻 再來一個讓我有點不解的 就是這本書的前半段跟後半段 基本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設定 前半段我覺得還算是科幻小說 因為他有很多基因改造 他有很多生物學 他有很多所謂的這個升級 是怎麼一回事的解釋等等 但是後半段我覺得已經不是科幻小說了 有一種the last of us 的動作片版本 如果今天你要替這些故事 分類貼標籤的話 前半段我會貼上科幻 後半段我會貼上動作片 那這個後半段讀起來是什麼感覺呢 我自己覺得動作片到你會想說 這個作者他是不是在幻想自己可以是阿湯哥 或者是麥特戴蒙神鬼認證那系列電影的男主角 他是不是在幻想他自己是動作片的男主角 然後他就寫了這本書 再來就是Logan 他因為他媽媽以前做的這些事情 他想要過上一個平凡的生活 所以他在故事的開始他是有家庭的 他有一個老婆跟一個女兒 我覺得 他的老婆跟他的女兒 在這個故事裡面 在這個宇宙裡面之所以存在 就是為了表現出 Logan是一個愛家的好男人 每一次有老婆跟女兒出現的場景 都是一個 合家開心 我們好幸福的場景 這兩個角色其實完全不重要 那在科幻這樣子的故事架構下 某些角色不重要也沒關係 這個部分不會讓我覺得有什麼問題 讓我覺得讀起來很不開心的地方就是 因為一些原因 他的老婆後來改嫁了 那在故事算是最後的時候 Logan問他前妻說 你過得幸福嗎 這個老婆居然跟他說 Very much so But I miss you I'd rather have you 他已經改嫁囉 然後他說他過得很幸福 但是他寧願跟Logan過 首先這位老婆你對你現在的老公有任何尊重嗎 然後這位作者你身為一個男人 你把你書裡面的女性角色寫成這樣 對嗎 好像你老婆不管發生什麼事就該待在家裡 就該無條件支持你 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愛你那種感覺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 有一種 男性浪漫的視角 我講這句話不是在罵所有的男生 我所謂男性浪漫的視角是一個 我不知道中文裡面有沒有 但是英文裡面大家可以去Google 常常會有人討論一個主題叫做 Toxic masculinity 就是所謂的有害的男子氣概的意思 在很多社會框架下我們都會鼓勵 啊男生不能哭 啊男生要堅強要勇敢 這樣子的教育方法下 我們常常會培養出很多男生覺得 男子氣概是很重要的 那這樣間接的就有可能會造成說 他們潛意識的去貶低女性或者是貶低其他人 來維護自己所謂的男子氣概 這本書讀起來我覺得就有這種感覺 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真的一直想要放棄它 可是我發現我對於很多我最後給出一顆新的書 都是這種狀態 就是我在看的時候已經覺得我一定不會喜歡的 可是在我心裡面就會有一個聲音跟我講說 啊說不定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說不定會有什麼你喜歡在轉折 你不看完你永遠不會知道 這個作者到底有沒有你想像中有這麼蠢呢 你一定要看完才知道啊 所以常常我就會逼自己看完 然後最後就會給出這種低分 雖然我非常不喜歡這本書 但是如果你喜歡科幻的主題 你想要嘗試科幻小說 然後你平常很喜歡動作片的人 其實我覺得你有可能會讀得蠻開心的 畢竟閱讀取向這種事情本來就是因人而異 那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歡這本書 最後想用一個我在Goodread上面看到有一個人 對這本書的評論我覺得非常完美的替這本書下了一個註解 這個評論說 It's incredibly hard to write character smarter than you 好以上就是我對於升級這本書的 啊不敢說是書評 就是我對他小小的看法跟抱怨 如果你有看過這本書的話 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都歡迎你留言跟我討論 那我們下次見 掰